我们相恋七年 现在结婚了 我老婆呢 现在是一个准妈妈 然后最近出现了很多问题 可能和这个我们的年龄差 有一点关系 她的心智不是很成熟 天天在家美甲 化妆 烫头发 我怎么说也说不听 最近呢 在家里面 我感觉对她的照顾 是无微不至的 但是呢 她总是抱怨我 这个做的不够 那个做的不够 老公 一会儿去梁杰杖 把鸭子喂一下 你还是先去冰箱 给我拿冰包吧 你看又来了 你跟谁打电话呢 快点 好好好 我来了 妻子怀孕了 丈夫觉得妻子 还像个小孩 年龄差呢 导致这个女孩不太成熟 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两位嘉宾吧 来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人 三十岁 来自山东 微生 女嘉宾小李 二十六岁 也是来自山东 一名微生 小心小心排阶啊 慢一点 怀孕了 是 几个月了 现在三个半月 站着会不会有点不舒服 要坐一下吗 没事 现在身体状况挺好的 后期如果累的话 再跟您说 谢谢 这个身体还条件不错是吧 我老婆 她现在怀孕三个半月吧 但是现在就是说 根本就不像一个准妈妈 她一些行为吧 就让我感觉到很失望 人家是个孕妇 咱首先要注意一下措辞 别一来就说很失望 现在就是发生什么事了呢 在家里面 没事就眉甲化妆 然后呢 这不夏天嘛 又吃冰糕 又吃那些辣的腌脂食品 我就先说一下一个化妆吧 前些日子 我朋友 让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人都到了 硬是让人在底下 又等了二十多分钟 就为了这样磨磨磨 人家见了她以后都说 嫂子你怎么还化妆 你不是怀孕了吗 那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我是作为一个女人 你不能剥夺了我这样的权利 而且我怀了孕 感觉就是自己气色也不好 那我化妆出去 不也是为了不给你丢人吗 有什么丢人呢 两个妈妈也都和你说 化妆都不好不好 你非要去化妆 而且说不好听 你大晚上你化给谁看 不是你这样说的 其实她这个化妆品 渗透到皮肤里面 吸收的真的是很少很少 你们都不懂 我自己的身子 我自己有数 行好 咱们不说化妆 你说美甲吧 家里面什么UV灯 是吧各种指甲油 家里面都有 你还有那个专业的 烤的那个灯啊 对我以前学过美甲 厉害自己做了自己烤 对以前经常做 你说你现在都怀孕了 正常人都知道 这个指甲油对身体多么不好 各不应该说你现在有着宝宝 我不是也听了你的意见了吗 以前我就是总爱涂指甲油 做美甲 现在我就听她意见 我也改了很多 然后去网上买了一些 就是孕妇可以专门贴的那种 指甲贴是无毒害的 那你现在手上这个颜色很艳丽 这什么颜色啊 就是好几个颜色 紫色和银色就是贴的 你现在看这个吧 它还是简单的 你没看它脱的指甲油都彩红了 每一个指甲上都好几道 都说不听 指甲贴根本就接受不了 没办法渗透自己皮肤 根本就是无毒无害的 你懂吗 你不懂就不要在这乱说 你说你渗透不了 你不知道你那个指甲不呼吸了吗 你现在是一个准妈妈你知道吗 广告说是孕妇专用 那就是孕妇专用 我就是孕妇 我就可以用 好好好 咱们说你在家吃冰糕 和吃这个辣的那些鸡翅鸭脖什么 我丈母娘是一个金牌月嫂 然后我妈妈呢也退休了 两个妈妈和我家在一起 天天说 你身上那些湿气和辣东西 孩子出来以后得湿疹 你自己也不舒服 是吧 孩子也不好 你这些都不考虑吗 这每天都吃辣都吃冰的东西吗 不是他这样说的 我都是隔三差五 那炎炎夏日正常人 普通人都吃个冰糕 那我隔三差五吃有什么问题啊 这他一吃你就说吗 不他这个隔三差五吧 人是差的时间段是天 他这个是小时 隔三小时一吃冰糕 五小时一个辣条 你是这个隔三差五吗 我还吃辣条呢 对啊 这是因为我自己调理的身体好呀 我就是又吃辣条又吃冰糕 我现在没问题啊 我们家吧 原来有一只狗 但是他怀孕了以后呢 家里面又来了鸡鸭鹅这三种 放我们阳台上 你说准妈妈人都知道是吧 要避免细菌 你说你来不来的 把这个咱们家阳台 直接当个多国不对 这个怀孕以后又养了小鸡小鸭 是怀孕之后养的 狗是怀孕之前养的 我喜欢小动物 我就是不想家里就是太冷清 而且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狗 然后也是为了给狗 就是做一个伴儿这个样 但是我没耽误我做家务呀 我平常就是扫地洗衣服 我样样都是我来做 还在做家务呢 做一直都做 这个胃小狗小鸡小鸭谁做 前妻是我后期可能是他 他这就是说你要吧 这些东西拿回家 前三天兴致勃勃 后面直接就甩铺盖走人 你说我伺候是他和孩子 然后还在伺候这些祖宗们 更不用说他刚才说那个打扫卫生 我们六月一领证 但是到今天 在家里面就扫了一次地 合着我就是做几次家务 他还要给我数着 你看他多小心眼 我不是还洗衣服了吗 你洗衣服 咱俩洗衣机是全自动的 是吧 衣服我扔进去 你加个如顺剂 加个洗衣液 长长电源转转转 转完了以后 我把衣服收了 亮 你说你洗什么衣服 水那么凉 我又是一个孕妇 那你知不知道体谅我呀 孕妇啊 这家务多做少做 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 对 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吗 他提了一堆对你的意见 他就是现在就是 我怀孕之后就很不关心我 现在就是我们俩都做微商嘛 他经常就是半夜跟女顾客聊天 夜聊就是凌晨两点三点这样的聊 这个问题我解释一下 那天是一个特殊情况 他呢半夜睡不着觉 晚上十点多十一点多了 就在那嚎叫 唱那个薛志谦的歌 其实是他睡不着 然后影响我睡不着 然后去发了个朋友圈 产生了后面这些问题 你半夜发朋友圈 就有人跟你回复留言去吗 对对对就留了个言 他就是总愿意跟女性朋友就这样聊天 你如果节身自好能有这样的事情吗 我呢就是简单卖个货 是吧挣个钱 你说我要不陪人聊天 你说钱从哪来 以后孩子出来 来粉钱都叫你断了 你说你挣钱 那么今年过端午节的时候 你的女顾客 然后亲自掏腰包 然后来给她买家乡特产 那是你挣钱 那不是你享受人家的成果吗 你不能这么说是吧 你可能逛商场 可能也碰着一个比较不错的收货园 慢慢发展成朋友 我那个顾客就是一个朋友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也做卫商 怎么没有男顾客送我东西呢 还是你自己身上有问题啊 那可能是你还没碰到 他要碰到的男顾客 隔三差五送个礼物 你接受吗 这个吧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毕竟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是吧 但是那么你说吧 四月份五月份 就咱们六月份领证之前 你和你那个男同学 是吧 十点出门 十点回家 期间我给你打电话 你去失联 这是什么情况 是这个 我要解释一下 之前是要给我爸爸去买车 然后我叫我以前的同学 就陪着我一起去的 为什么不叫男朋友 叫男同学呢 他对车这方面他不懂 谁让他不懂 我和主持人这个问法一样 我不懂车我就不能去了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明白人呀 行好 那你开完车 你们干什么了 为了答谢我同学嘛 就是礼貌性的 就是请人吃了个饭 然后看了一个电影 也没什么事 还看电影吧 就你俩吗 就是同学 这男朋友当时是 看什么片 爱情片 是吧 北京遇上了西雅图 灾难片 恐怖片都有 你们不看 你们看爱情片 吃醋了 那是那天电影院 当天正好上映 然后这个片子 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 我总不能就是 跟一个男同学 看一些恐怖片 那出现那种恐怖的环节 我还要搂他一下胳膊 靠他一下身子 那不够容易让你误会吗 我只能看爱情片 同学啊 露身子 男孩挺有画面的 这不是四五月份的事情吗 那你们六月份 还是结婚了吗 说明感情还是 经得住考验的呀 你们谈了多长时间 恋爱结的婚呀 我们俩是08年认识 09年在一起 那七八年的时间了 对 所以现在他就是 七年之痒 他浑身痒痒了 他挑我刺 你乱说什么 他现在就是跟结婚之前 根本就是判若两人 有跟别人聊天的时间 你多关心关心 问问我需要什么东西 买礼物还需要我提前 去提醒他 一点都不浪漫 说起这个礼物吧 去年你生日 是不是加七七节 你用指着和我说 老公 我生日要这个 我七七节我要这个 不买你就是不爱我 我一听我头八个大 你知不知道 两三天没睡好觉 就为啥让你买个礼物 这两三天都睡不好觉 他要的都不是便宜东西 超出这个消费能力了 那一年就过一次 来吧 来吧来吧 就说了半天了 谁要来的 我呢就希望让我老婆 起码就是慢慢成熟一些 这六七年是吧 你一直我手捧这样 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不一样了 你怀孕了 以后有了孩子 你说我一个人 照顾你们两个小孩 也的确是很不容易 我呢就希望他成熟一点 别那么任性了再 在你心中啊 你的妻子像一个多大的孩子呀 虽然年龄里面 只差了四五岁啊 也就刚上大学吧 十八九岁 对啊 我觉得我做的都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在一起快七年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 他又不是不知道 我又不是一时半刻才这样的 以前人家就是小公主 但时间段不一样了吗 那么你让在座的婷婷 是不是 起码是有宝宝了 稍微那么成熟点不行吗 他其实也不让我省心 整天就是跟异性聊天 我又怀着孕 总容易胡思乱想 我觉得他自己有毛病 他谁说我 准妈妈准爸爸都有一些焦虑 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个孕期平稳度过 来看看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 好吗 好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那个孩子一切都正常对吗 很正常 就你们俩这个情绪上有问题 我跟你说 第一回当天都有一个适应过程 当初我说呀 你在这里 过来吧 你家增添 Cataldo 好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将来要成为妈妈的那一刻开始 就应该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了 真的不再是一个小公主了 所以你的很多表现可能让你的老公不太放心 当然你也过分焦虑 共同成长吧 好吗 好 谢谢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黄金60秒 老婆 刚才老师没说 我也的确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能从我自身去改变一些问题 那我也希望你和我一起慢慢的成熟起来 咱们好好地去迎接这个宝宝 你总说我幼稚 我以前就这样 现在也这样 我是一切都是因为怀了孕 然后就是扩大化 然后我希望你以后就是不要再和 就是异性半夜聊天这样的 我整天就无私乱想 对我的身体也不好 对宝宝也不好 这些是我问题 那你说以后 能改吗 能改 那以后你说 我一拖二两个小的也不容易 好了 来 时间到了啊 能不能改 能不能调整 赶紧好好思考一下 好吧 两位先回去吧 小心点啊 谢谢 来 请关门 孕妻是非常慎重的 但是也不要过分焦虑 这个七年这样有时候会痒痒痒 但是爱情还得坚持下去 那么这一对小夫妻 他们将做最终怎样的抉择呢 请开门 来 慢点 慢点 这怎么哭着出来了 我们就希望他以后他能改 然后我也慢慢改 小伙子 这半夜聊天这毛病能改吗 改改改 真觉改吗 改 必须改 不要让自己的爱人落泪 尤其是怀孕的时候 好吗 你还有啥委屈啊 你这嘴越觉越高啊 我们都帮你激进他了 只有以后希望他多听我的话 然后家务事都他干 我怀孕了我最大 怀孕最大 你可千万别说这话 你最大 否则的话 你生完你就最小了 我告诉你 无论是孕妇 还是说我们 就是生活中的妻子 其实平常心最重要 保护好自己肚子里的小生命 但是也要呵护好 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好不好 好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慢点慢点 谢谢宝宝 谢谢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 这对夫妻的浪漫吧 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都没跪下 我就想让他跪一下 跪 多跪一会儿 来 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 老婆对不起 都是我的不是 我改账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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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请亮灯 这是一辈区的专门 为我们爱情保卫专 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 送给你们 好 谢谢 这个能不能在孕期用 回去好好查一下 如果不能用 咱们生完宝宝再用 好 祝你们快乐 宝宝健康成长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今天来到健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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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